等你没有尽头只有开始 爱你只有开始没有停止 记得我们有冤 农舍问题真的演变成蓝绿大战了 那么苏嘉全他的这个农舍被批得满头包 然后就咬出了国民党立委钟绍和了 他说钟绍和高雄的农舍也是被爆料违法使用 好这个两个案子我们就来对比一下处理的态度 在苏嘉全的案子方面 平农县政府跟中央互相踢皮球 踢来突去一个月了 怎么还没有一个结果呢 但是在高雄市政府方面 今天下午就说准备要正式去会刊了 实际来到钟绍和的千平农舍 锻造大门白色围墙相当隐秘 绿委爆料农舍全面开发成豪华庄园 是不是假农舍真豪宅 高雄市政府13号下午2点将立刻会刊 农舍的问题 我们高雄市政府依法行事 农舍争议这把火一路延烧 高雄市政府紧追国民党立委钟绍和的豪华农舍 不到24小时就准备前往会看追究到底 反观屏东县政府对苏嘉全农舍问题 似乎是能拖就拖 甚至挽起了与中央互踢皮球的迷糊站 也期待不要一手说 屏东县政府认定就可以 另一手却来暗指屏东县政府 在法律上的解释好像有疑问 那与其如此 在媒体上面来做一个对答 倒不如我们真心期待 那我们会长官 共同到屏东这边来办一个会刊 农舍问题持续发烧 各地政府会刊速度也被放大检视 无论是拖延战术或是紧咬不放 希望相关单位标准统一 不要成为特地人事解套的母猴榜首 中天希望陈谷民陈胜益 张欣宇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